分享一个古方 温慎补皮 义气甜经 阴阳同调 让你皮肾强寿命长 今天跟大家一起解读一个古方 它有温慎补皮 义气甜经的作用 能够阴阳同调 让你皮肾强寿命长 这个方子呀 名字就很有意思 叫做环绍丹 环绍的意思就是让人重返年轻 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方子它肯定是有延年益寿的作用 它凭什么能够延年益寿呢 就是因为它能够补我们的皮肾 皮肾这两脏呢 可以说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两个脏 肾被称为先天之本 藏有肾经 其中呀 先天之经就决定一个人的出场设置 就是你这个人的身体底子怎么样 是由先天之经来决定的 有先天之经 那肯定还有后天之经 后天之经呢 就是由我们的脾胃 从我们吃的食物中呀 消化吸收而来 储存在肾里 这两者啊 共同组成了肾经 肾经能够化肾气 肾气再划分为肾阴和肾阳 给身体呢 各项活动提供动力 同时 肾经还滋养着我们的头发 牙齿 骨头 腰腹 脾肾要是一窥虚 人就容易萎靡不振 天天没精神 还容易早早出现 食欲不振 虚发枣白 骨质增生 腰酸 背疼 失眠等衰老的情况 所以说呀 防止早早进入衰老 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把脾肾呢 给补足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环绍丹这个方子的组成 大致呀 可以分为这样几组 首先是补肾阴的一组 包括了熟地 山药和狗旗子 能够补血 养阴 生金 然后呢 像牛西 肉葱绒 八祭天 杜仲和小茴香呀 主要是温补肾阳的 这两组加起来啊 就是阴阳同调了 再来是五位子 楚狮子和山竹语 能补肾天经 还能够顾肾 防止肾经流失 最后就是一组健脾宁心的药了 由昌补 远至 交通心肾 扶灵和大枣健脾益气合中 全方呢 补肾 温阳 滋阴 顾肾 健脾养心 帮你补足先后天 让你远离早衰 但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 涉及用药一定要谨慎 最好是在专业医生指导下用药 好了 这就是崔升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